大家晚上好 很多朋友都私下跟我讲 腰椎被拖出 腰椎被拖出 脚不能走路 脚很痛 然后要开刀 这样的人问的特别多 大家学了原始点 一定要知道 自己一定要知道 原始点是哪些地方的位置 还该在哪些地方 对吗 如果这个 原始点的位置 大家都不知道 不中在脑子里面 你碰到问题 你就会慌 马上给谁发信息 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然后怎么 按哪里 代表是怎么处理 按哪里 解症怎么解症 那么大家要知道 按摊解症是暂时的 根据要的处理以后 要内外乐学 不归什么病 都一样 包括重大疾病 内外乐学 都是一样用的 大家也记住的 平时大家自己要用 你不用 到关系时刻 我家是家人 我家是朋友 亲戚朋友 你就想帮别人 你哦 自己呢 下不了手 家里面一个是 内外乐学 要背的 温服工具 都要背的 不要老是 自己在群里面 看风景 自己不用 也不学 我真的得 大家 真的有点 给大家担心 那么我们晚上来讲 腰椎脖脱出 到底跟这个腿 有没有关系 原师弟早就告诉我们 腰椎脖脱出 跟压迫神经 没有这种讲法 但是呢 普遍靠色都说 腰椎脖脱出 压迫神经 要开刀 七位 腰椎脱脱出 七位不能开刀 开刀真的是上人 我旁边 自己一个小区里面 那个方老师跟我讲 他们五个同学 学不开刀 学不走人 现在方老师 自己也八十岁了 他要等 就挂机挂机 他痛的是七个等 腰等 但是他用了一段时间 他又不好好用 他觉得吃姜 乃吃 忘夫人走 他就没可以到 他跟我讲 他就 还我的 另外五个 都走了 那么腰等跟腿等是不一样的 腰等就处理腰等 低音的地方 旁边等 走中间 上面等 下面等 走上面 那么腿等 腿痛 腿麻 应该是按腿 上等部 下等部 上等部是在这个位置 下等部是在这个位置 要按腿 然后这个 等部 也讲些 也按一下 最鼻 也按一下 然后整个屁股 往腹 腰部往腹 肯定能解症 但是解症是暂时的 一定要内外乐于补上 改变生活 如果生活不改变 归你不改变 你想好病 要来 归你改变 做到位了 你就病好得更快 好吗 一定要记住的 下次最不要问我 这什么爱哪里 什么爱哪里 怎么讲 你在屁股里面 必须要好好学习 好不好